批政客 批政治 批时事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 欢迎收看TPP周报 我是主播杨宝珍 新闻首先带您来关心最新的疫情发展 布立桃源医院的群居感染是持续扩大 疫情中心指挥官陈世忠在周日的晚间 紧急宣布要扩大回缩相关的接触者 来进行居家隔离 初步匡列的影响人数多达5000人 那我们大概决定就是说 以现在这个情况 我们要扩大回缩医院相关接触者的 居家隔离措施 所以我们大概从1月6号到1月19日 跟医院感染事件相关范围 出院病患及其同住者 第二是陪病者及其同住者 那第三个是按88991时的相关的接触者 那即日起全数列入居家隔离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办法 确认就是这个陪病者 不过我认为大概会 可能会将近5000人吧 疫情持续升温 但还是阻止不了民众想要出国的心 首都来台在西门町开店的日本唐吉柯德卖场 到现在依旧还是大排长龙 逼得台北市政府下令卖场内的人数 必须控管在250人以内 而除了唐吉柯德之外 最近大家疯狂抢购的还有这一个 残险公司排队排了三列全冲着防疫险 为的就是保费500元 收到隔离通知书就理赔10万的防疫保单 保进公司单个营业点 单日就处理超过5000件 引药保单硬到纸不够 还要赶紧叫外送救援 大概两天之内收了400多份 我这19年不曾看过 也没有看到我们的助理需要加班到测验 为什么想要买防疫保险 想要赚10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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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费500元 只要被隔离 保险公司就理赔10万元 让全民抢破头 卖到业者都不得不喊咖 因为这样便宜的保费呢 是间基在台湾优异的防疫措施底下 万一疫情出现破口 保险业者的脸恐怕会比民进党还要绿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表示 每天从境外入境这么多人 在疫苗还没有进口之前 他赞成一定程度的锁国 没有啊 中就要解决问题还是要打疫苗 问题是疫苗还没打之前 还有半年空档 其实我是赞成一个程度锁国 因为每天进来这么多 久了那医疗体系就会被穿透 疫情升温人人自为 前国建署长邱淑提就在脸书发文痛批 指挥中心没有逻辑 应该要停止进出 不过这番话立刻被绿营的支持者 解读城市要求不立桃源医院封院 17年前SARS期间 他穿着太空装进入和平医院的影像 也被翻了出来 和平医院的员工都知道 你们绝对不是孤单的 抗杀期间和平医院封院 时任台北市卫生局长邱淑提 和前局长叶金川要进到里头开会 两人穿着从头包到脚的防护衣 一个戴口罩 一个背着氧气筒 连当时院内的医护都没有这么齐全的装备 导致恐慌蔓延 打击士气 邱淑提的一篇文章引发蓝绿 开始互喷口水 先不论他到底正不正确 当年和平医院封院造成了 35名的该院病患及医护染疫死亡 而现在的和平医院 在柯文哲市长的主政之下 和17年前的和平医院相比 做了什么样的改善呢 市长你去和平医院 你看到的这个和平医院跟17年前的和平医院 是不是有些分析 我跟你讲这个就开始抱怨了 这个在2018年你知道 我们要开始重整整个和平医院 因为它作为国家的这个感染的时候的后送医院 更重要要有钱它都没钱 没钱之后我们就直接一轮 决然从台北市政府拨款一亿 那它从急诊室直接电梯上来 所以在急诊塞检有问题了 就直接专用电梯上到这个区域 然后我们这个设计是叫层层护压 什么意思你知道 因为病人是在房间里面 所以它视为是最具感染力 所以不允许房间里面的气往外流 所以那个气流都是从公共区域 往那个房间流再出去 出去的时候全部都有一个完整的过滤后 才排到外面出去 公寓善其事必先利息起 设备还是很重要 实实在在的提前做好准备 而不是整天出征特定对象 这么没有台湾价值的事情 大概也只剩下柯文哲市长会这么做了 有时候就很不爽啊 焦点再回到桃园 不离桃园医院的疫情 让许多县市政府纷纷发布禁桃令 其中由澎湖县开出第一枪 宣布县府及公务人员禁止到桃园出差 随后苗栗县 云林县 金门县 跟连江县都纷纷跟进 桃园疫情紧绷时刻 他却开第一枪 下令公务员不要到桃园出差 民众也尽量减少到本岛就医 另外苗栗县在21号宣布 要求公务员别到桃园出差 云林县府同样禁止 奔途案例持续增加 疫情敏感时期 各县市不敢大意 只能尽力避免疫情再扩散 净桃令一出也立刻遭到舆论踏罚 加上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喊话 树立无畏的敌意也无助于防疫 也让金门和云林的态度 立刻急转弯 紧急澄清没有所谓的禁桃令 金门县更声称 和桃园市姐妹市力挺桃园 但大家似乎都忘了 当初率先实行禁桃令的 与桃园树立敌意的就是国军 本部的防疫所谓中心基于专业 基于超前部署 重点还是要提醒官兵 不要到高风险的场域 不桃院内感染爆出新案例不久 军方内部疫情中心立刻发出电话记录 如非必要因避免进入桃园地区 而该地区各个部队 14天以内停止跨营区的洽攻或训练 这包括体测体检新兵恳亲或是会议 国军打脸 抱歉 是比蔡总统更超前部署 其实也不是第一次了 小英总统进口的莱猪国防部也不吃 优先使用台湾猪 这也难怪民进党立委煞费苦心的 在小英第一任就职前夕 就曾经要求国防部要用刊物宣誓效忠蔡英文 不论是谁只要是担任我们国家的元首 我们的领导人 我们就会对他百分之百的效忠 对他百分之百的支持 你们应该要透过我们军方所有的刊物 告诉国军全体的官兵 你们话 让我看看 接着带您来关心台湾司法界史上最大丑闻 工程会前委员长石木清官说案 牵扯出了富商汪茂中长年宴请 馈赠多名法官检察官 汪茂中的请客吃饭送礼对象 统统写在27本死亡笔记本里头 而且巧合的是 这些被宴请的法官与检调 几乎和汪茂中的官司判决有关 总共有超过40名的司法 检调高官和汪茂中有不当的往来 这也让民间司改会痛批动摇国本 呼吁司法院和法务部要公开道歉 前工程会委员石木清 曝出和家和集团董事长汪茂中 不当来往案情滚雪球越演越烈 不仅石木清被监察院弹劾 他的27本笔记本内容 扯出更多司法官的试剂丑闻 长期监督的司改会看了直跳脚 认为这只是冰山一角 足以动摇国本 最让人匪夷所思的就是传闻 司法院和法务部为了避免在这起案件当中 全军覆没 特别定出了533和55两大原则 其中533就是吃饭5次收3件衬衫 以及3件补平以下免罚 55法则则是收了5件衬衫 受招待5次以下免罚 衬衫也正式取代大家熟知的茶叶水果礼盒 成为法界人士的收贿单位 在业党也齐声批评荒腔走板 我们看到法务部跟司法院真的是荒腔走板 怎么自己的内部行政调查 竟然会有奇怪的数字密码 什么叫533什么叫55 我们希望法务部跟司法院三个月内 把整体的调查结果公诸于世 不要用只有饮宴应酬5次 只有收受馈证3次 只有收到3次的衬衫 哇老天啊 这个是一个什么奇怪的一个官场自我调查 其实我们竟然看到这么荒腔走板的事 什么533啊55啦 怎么可以用这些标准 我觉得说整个国家的这个司法改革 这个法治的这个精神 几乎在这个案子里面已经看得到荡然无存 到底这个司法界里面到底还有多少这个实木亲们 这些人是做了多少这些事情 政府自己都不守法 如何让国民守法 而这件司法界的超级大丑闻 不只让蔡总统的司法改革蒙上阴影 也再次印证了 无一判心无一判心的这句俗言 司法界的贪官污吏如何让一个银行员死不瞑目 甚至还追杀这位银行员的妻女 向他们求偿上亿台币呢 大家好 我是Andy 欢迎来到Y调查 今天要用沉重的心情给大家讲一起 一个银行员被贪官污吏追杀致死 甚至追杀到他们一家七小的故事 故事发生在1995年 有一位富商沃茂中为了投资 开出价值三亿元的台币本票给银行做担保 结果沃茂中投资失败 银行便向法院申请执行 追讨这三亿元的债务 但汪茂中靠着在法界的关系 从检调到承审法官都安插了自己人 成功化解这笔三亿元的债务 钱不用还 原本以为汪茂中就此善罢甘休 但没想到他的反击从此刻才开始 追讨汪茂中债务的朱信银行员 被汪茂中的检察官好友检举 涉及未造文书 一审判决无罪 但二审却改判四个月徒刑 自认奉公守法的银行员 没有办法接受有罪的冤屈 上诉最高法院 结果从审判长到裴夕法官 通通都与汪茂中有不当往来 最终这位银行员在身心遭受极大压力下 等不到无罪的判决 因病含冤而死 然而汪茂中的追杀还没有停止 继续透过他所掌控的司法体系 向这位银行员的八岁及九岁的女儿 提告求偿五亿元的商与损失 这两个小孩子面临父亲过世 既然还要遭受国家机器这般无情对待 而这个贪腐的结构 正是谋害银行员含冤而死的共犯 因为银行员之死 这起案件中从检调到法官 通通都曾经与汪茂中一起炒股 一起官说 一起吃吃喝喝 长期互利共生 银行员之死 台北地检署已经宣布要重启调查 究竟银行员在天之灵 能不能有洗刷冤屈的一天 司法界人这颗巨大毒瘤 能不能一次清除干净呢 就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欢迎回到TPP周报 接着带您关心美国总统拜登的就职大典 上周美国总统拜登顺利宣示就职 在就职典礼之前 传出有川粉因为不满拜登当选 将延宜在拜登就职典礼上 号召万人示威 这也让美国政府在维安方面严正以待 不过最后却演变成万人响应 一人到场 看起来大选后的美国 渐渐的往选后团结的路线迈进 宣示典礼上可以说是一片祥和 连珍妮佛罗培斯也为了拜登的就职而来 我也为此而来 除了Coin Master 不是 是除了珍妮佛罗培斯之外呢 这次拜登的就职大典当中 还有一个关注的焦点 就是我国的驻美代表萧美琴 在典礼开始前一刻正式宣布接获了就职典礼筹备委员会的邀请 参加拜登的就职 这也让当初唱衰到了最后一刻的国民党脸都绿了 而发文酸说台湾门都没有的国民党立委马文君 脸书也被酸民狠狠的洗脸一番 不过比起宣誓就职典礼 我们觉得更特别的是 在选前狂打拜登天供失智贪污卖台的特定媒体 这几天忽然万象更新 把拜登摇身一变 变成对台友善坚定抗中的美国队长 现在拜登家族贪赌门还在延烧 拜登儿子的笔电门越烧越大 那这一个渣男小拜登 不但是恋童的这个性犯罪 可能直接被定罪 拜登在上个礼拜五辩论会的时候告诉你说 他儿子没有拿国外的任何一毛钱 这句话叫做假的 杭特拜登跟习近平有高达1311台币的秘密协议 还有杭特的色情影片 那是拜登赢 那么中国就会重启对台侵略性政策 拜登呼吁美国要团结 他的内阁名单在国会的公开听证会上 对中国是非常强硬 拜登团队的国务卿布林肯今天有公开谈话 他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挑战 而且直接挑明讲 中国如果武力犯台的话将会是严重错误 拜登政府关于对中国台湾的政策有多大的改变吗 其实很难 我们在此呼吁AIT的官员不要收看上面的片段 以免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台美邦宜就此身变 我们也请有看到以上片段的朋友们 千万不要把这个连结贴到AIT的脸书 或是寄到AIT的信箱 因为我们绝对没有压保川普 最后带您来关心 原本编列超过8亿元的数位身份证的换发计划 原定要在今年7月全面换发 不过行政院却突然决议先暂停换发作业 订定专法取得社会共识之后再依法办理 原本内政部规划是在今年的1月 事办数位身份证 不过社会各界都对于身份证 在资安跟隐私的保护上有很多疑虑 行政院决定要暂停换发数位身份证 内政部也表示会等到订定专法取得社会的共识之后 才会依法办理 虽然说要取得社会共识 不过从蔡总统一直到了莱猪进口之后 才说要下乡沟通 我们知道民进党所谓的沟通 常常都是被人家逼到走投无路才开始做 例如在去年11月首度在高等行政法院 针对数位身份证议题开庭 内政部代表不仅一问三不知 到了12月的第二度开庭 内政部更是直接缺席 引来民间团体齐声抨击 在11月初首度开庭时 面对法官问题 内政部代表没能具体回应 只说政策仍在滚动式修正 法官要求必须备妥资料 结果到了二度开庭时 内政部没派人 委任律师也以冲庭为由请假 等于完全没人出席 法官只好改明年1月5号再开庭 让白跑一趟的民团很傻眼 不只无法说服民间团体 甚至连民进党自己都有人跳出来反对 民进党立委去年便召开记者会 声称担忧数位身份证会成为中国渗透的破口 一化数位化是必然的趋势没错 但是重点是在于我们的政府 我们的系统 我们的周边配套准备好了没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到目前为止是还没有 没错 只要有推不动或是推太慢的政策 只要推给中国 说是阿公的阴谋就对了啦 不过当初内政部长徐国勇跟唐凤政委 可是亲上火线来回应资安的疑虑 来说服人民 如今惨遭停摆 这叫我们的徐国勇跟唐凤情何以堪啊 内政部挂保证的政策惨遭行政院停摆打脸 也不仅让人好奇行政院长苏贞昌和内政部长徐国勇的关系 你们还好吗 不过实际上这两个人的冲突好像也不是第一次了 先前徐国勇部长以未造文书罪 将警政署长陈嘉青寒送到了台北地检署侦办 便遭到苏贞昌重炮回击 演变成院长斗部长的政治事件 部长把署长移送法办 这是从来没有的事 如果部长觉得署长不适任 应该来告诉我 说是因为忙忘了向院长报告 竟然是这样的理由 你拔我的署长 我就拔你的局长 苏贞昌后来也在没有跟徐国勇部长告知的状况下 怒批台南和高雄治安实在是太差了 直接拔掉了这两个直辖市的警察局长 这就是苏贞的民进党 苏贞可是炮空了南台湾的治安 还说总统很忧心 震怒后接着下午警政署 就拔掉了台南市和高雄市的警察局长 如果我什么都不管 就当着没有什么事情发生 我就只做好人的话 那会是一个什么另外一种状况 我才不告诉你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内容 想看更多TPP周报吗 记得订阅民众之声官方YouTube频道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是主播杨宝珍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 焦点再回 咳咳咳 阿布基 摩吉化系的这件俗语 这件这句俗语 这句俗言 相关污吏如何让一个营房员 营房员 营房员 不过比起宣誓就职典礼 我们更 不过从蔡总统一直到的这个来 太厉害了 哈哈哈哈 这就是去撒起了 你真懂 撒起 撒起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是气象专家 邓丽宇 这个礼拜的天气 从南到北都看不到太阳的 为什么呢 因为民众之声的订阅数 到现在还不到 天气很忧郁 小牛也很忧郁的 呼吁大家 按下订阅键 打开小铃铛做好收看准备 我们下周见